这个世间由于丝毫流年 到临终的时候产生重大的障碍 所以真正往生的人 他对世间情看得很淡 他这个放下 放下才真正有利于往生 那么我们真要想往生了 不要等 我现在还年轻 我还可以 到我快老的时候了 或者放下的时候都来不及了 要放下呢 现在就放下 现在就放下 你家里的事情照样可以照顾 为什么呢 不摆在心上 一样可以照顾 你会照顾得很好 为什么呢 这个里头没有秦职 所以放不下就是你有秦职 华严经上讲 你还有分别 你还有持住 这个东西很讨厌 真是把这个放下之后 对于往生就没有障碍了 放下之后 你智慧就会挣扎 虽然不能讲大吃大悟 那比没有放下之前完全不一样 就这个不能够不清楚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抽烟能不能往生 佛经里头没有看到是抽烟不能往生 不过有抽烟这个时候也不能放下的话 恐怕也会有障碍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好像没听说有一个抽烟 那么抽烟 主要晓得 对身体 所以身体上决定不是好事情 会产生很多副作用 带来一些疾病烦恼 所以还是断掉的好 这个我们以前韩广长他抽烟 不过到晚年的时候他戒掉了 断掉了 他抽烟的时候 那时候每天好像要抽一两包 这个几十年抽下来 我就跟他说 你看你这一栋房子就抽掉了 是不是 他那个前来说 确实可以买一栋房子 买地的时候 你看就是这烟雾当中 就送掉了 所以以后晚年还好 他救我了 他把这个戒掉 底下一个问题 家父往生时振念分明 但家人梦到父亲社 因母亲于盖棺时哭泣 使他生其俊念而回来了 往后半年 母亲每听到父亲叫他 就大病一场 请问父亲往生何处 这个说起来就是 叫梅森基罗世界 那是往生何处呢 常常还回到家里来 多半是鬼道 那么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念佛人呢 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就是这个宋王身的时候 一定要依照 依规 这个 这个赤宋续构 这个赤宋续枝 那我们印的呢 印这个赤宋续枝 我们把名字 改了个名字 就是怎样念佛往生 内容就是赤宋续枝 一定要依照里面所讲的方法去做 这个临终之人 一定要帮助他提起赤宋 一定要帮助他提起赤宋 因为纵然是断了气了 因为纵然是断了气了 佛在镜上告诉我们 八小时之内 如果真的往生了 没有问题 要是没有往生的话 那是一个关键的 这个这个这个时刻 我们一行念佛帮助他 他那八个小时还能往生 虽然断气之后的时候 还可以 那么这个 前年的时候 我们这里胡 胡居寺 他的母亲 你看他是 再生的时候 对佛教没有信心 他是死了以后 大家给他祖念 那个是有三百多人 这个非常殊胜 那么他也很难得 到场有一个通灵的 有个通灵 他就负责他身体 跟他讲 也很感激 他说我这个是 这个这个走的时候 这么多人来热烈送过的时候 他很感激 他还问 他说你们到底是为我 还是为我的女儿 面子 他面子还放不下 那么就问他的女儿是这个念佛有什么好处 他就找了一位法师 也是武道士到场的这个法师给他讲开始 说明这个念佛的好处 问了很多 渐渐的时候 他就是要求听见 那死了再跳一听见 就放那个 这个录像带 放在他这个棺材前面 日夜不停地放 听了好像是一段时期 他很欢喜 他明白了 以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念佛 四十九天 你看四十九天 往生 他回来告诉大家 他下品终身 这个是不可思议 这都是给我们做最好的证明 但是他的语言就太殊胜了 你看三百多人的时候 四十九天给他祝你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是说明 林宗八小时之内 决定不能碰他 他要没有走 纵然是念佛的时候 还没离开 你碰他 他就生烦恼 你看这是 他这个母亲一哭泣的时候 就扰乱他了 就干扰他了 他就不能分 不能往生 林宗虽然清清楚楚 他动了感情 要留念 这个就不能走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希望我们念佛同修 要特别注意 就平常的时候要明白这个道理 要多听经 所以经教不能不多听 不听经跟佛就距离远了 现在这个社会严重的染污 我们不听经就被事件忽然 他非常可怕 我每天自己至少多斤四个小时 不多斤不行 把多斤当生活的一部分 跟穿衣吃饭一样 你每天吃三顿饭 是每天一定要多四个小时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多斤就是听佛讲经 展开经本 就是面对着世尊 听他老人家教诲 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才避免被污染 下面四个问题 还是中国同修提问的 第一个他说 我们来自黑龙江省 一个边疆的县城 这个地方的信众很多 但学佛很杂 没有进土到场 平常学佛都是在居士家里 总觉得不太如法 为了让专修进土的居士 有一个共同的场所 我们应该以什么形式来办理 比如办一个万信先祖纪念堂 可以吗 很好 如果能办一个万信先祖纪念堂 作为念佛堂 像我们九楼这个方式一样 我们对念佛的利益 我们的祖先也对念佛的利益 每一天功课念完之后 都给祖先回想 这比什么都好 真正是尽孝道 报祖先这门 这个好 第二个问题 请问有福报 发型护齿散